好,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讲到疫情 我们疫情走到了现在 我们发现了日本的变种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 包含了无论中国 无论日本 无论美国 无论台湾 都已经出现了英国变种病毒 老师稍微来讲一下我们的全世界的一个疫情状况 像美国近一日的新增病例为多少 为29万1000多人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我们在上个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 那也不过19万多 到现在此时每一天都比过去增加了10万 达到了29万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而过去已经突破过30万了 现在29万稍微回落一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疫情而上升的人已经有35万位美国人 连带的数百万个家庭都蒙缩了这样子的悲剧 而印度他已经逐渐的下降 印度的单日的染疫人数只有37,000人 不止又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 他的母数很大 巴西也现在又上来一下 现在又下去了 重点是法国 法国他的单日新增人数只有3359人 所以基本上法国现在控制了 在马克宏的控制之下 他其实是蛮好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德国跟法国这两件事情 就从这边可以如见的一般 因为马克宏他真的有去努力控制这个疫情 而英国这很遗憾的 英国已经暴增到单日已经达到了57,700多人 这个数字其实不能说是变种病毒太厉害 其实老师还是必须讲 那是因为圣诞节跟新年 你管不住人出去 你真心管不住 你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民主博爱的一个国家 你不能违反人权 说基本上你白天一样出去 你这样控制住这个变种病毒的几率 基本上是很难的 所以说不是病毒管不住 而是人管不住自己 病毒从来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心 我们看到了就包含了我们的意大利也是往下降 意大利只有11,000多人 那么德国也降下来了 他现在单日新增人数有10,900的 当然还是很多了 但是他毕竟还是有开始往下降的趋势 其他的地方都大概呈现都是一个往下降的东西 除了南非 南非因为现在进入了 他们自己有得变种病毒 包含了英国也有变种病毒 去给他加持一下 所以南非现在状况也不是很理想 印尼也是 印尼单日新增有7200多人 但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看到变种病大家很害怕 当然如同老师一开始有讲到的 变种病毒无论你怎么再变 他都还是冠状病毒当作基底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是不用太担心的 因为疫苗基本上都还是会有效 所以说他老师讲完之后 后来这些的专家学者 他们也去实验了 不然疫苗厂商他们去实验了 基本上这些疫苗都还是有效的 所以说我们到后来的疫情 我们会怎么样发展 其实除了美国或者是英国这些特定的国家之外 其实到三月份大概大致上都会往下降的 满幅度会蛮高的 为什么英美两国比较不会呢 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不怕死 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不怕死 你看美国那个庆祝好像是没什么 但是民间之间还是很兴盛的 但这个状况之下你不去感染 那谁去感染的 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会慢慢的降下来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在病毒的肆虐之下 大家还是悠着点会比较好 其他像日本这种也是完全不害怕的状况之下 他也不大会失控 我相信日本他们的智慧也不会让他失控 也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但是对他们的经济或对他们的民心来讲 其实政治稳定度也会比较不高 但是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老师现在做一个预测就是说什么 世界上要解决世界上至少40%的新冠疫情 最主要需要靠的还是中国 中国一定会彻底的把握这个时间 把他的新冠疫苗推广到全世界 哪怕是半买半乡送 他都要把这个疫码推到全世界 因为你身上打过中国的疫苗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说这个疫苗来自中国 那这样的事情大家对中国会有第一个印象 就是你在我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在我需要的时候 然后你来救助 这个事情就很重要的事情 说这个地缘政治 当美国一直不断围堵中国 他一直不断想要联合了什么 联合有钱的国家 而要围堵中国状况之下 其实中国他毕竟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政府 所以说他永远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在大部分之下 他还是去带世界各国不断去谈判 就像美国认为他可以去制裁中国的那一瞬间 中欧投资协议签订了 当美国以为他可以封锁中国的再早一刻 RSAB签订了在任何状况之下 其实美国都以为中国已经陷入他的泥造之中 但是事实上中国的集体领导还是因为 他不是一个人去决定的事情 他不需要一个人拍板过案 而是分门别类的各个部门各个省份各个的机构去 分头的去执行 所以是说他可以一次做很多件事情 这是一个总统制以外的国家比较容易做的事情 包含了像我们看到了有些像德国 我喜欢英国他们这种非总统制的国家 他们的运行的东西就可以多角化去运行 这个其实是蛮可圈可点的 这种集体领导是内阁制是民主国家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绝对比总统制来的好 那么你像中国这种社会民主社会共产主义的还是什么 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的状况之下 他们的集体领导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阶层 当然他做的好不好 其实不仅然是好 比如说他们的封锁 有些地方政府就做的很不好 把百姓属在家里 但是你的物资没有跟上 你叫百姓去饿死 对不对 还有一东西就是你做的太超过了 或是在歌功送转过去了 那么唯一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好处就是 当你百姓在靠杯的时候 在对我们讲这个脏话 在百姓有反应的时候 中国政府的反应回来速度会比较快的 所以你在很多层面上来讲 中国没有选举 中国没有民选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看没有民选 但是百姓的反应能够被及时的去处理 这个地方是稍微好一点的 没有选举到底是好或是不好 其实很难说 各位你觉得有没有 你觉得有选举还是没有选举好 这个其实是见仁政治的问题 但是你要玩政治的人 你就从基础上开始历练上去 目前中国还是这个状况 但是他有没有用人为亲 也还是有 官僚体制重不重 也还是重 对不对 你有关系 没关系 这个都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疾病 怎么改革代表这个制度不是很理想 对不对 你要改革 但你除非发生战争 不然你的政治体制是不会改的 包括我们看到了德国 我们看到了美国 我们看到了英国 很多东西的改变是因为战争 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在一个单元或两个单元 一个单元就是20年 或者老师相信在两个单元以内一定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性战争 这应该是避不掉的事情 但这个战争所带来的事情到底是毁灭或者是区域性的体制的改变 这个就很难说了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什么问题 你防疫他怎么会感染到你 对不对 大部分都不会 除了医护人员这种勇士之外 基本上你只要做好防疫 这个国家就没什么问题 你看澳洲 拜登国家里面我们不能不说澳洲 你看他防疫多好 说风就风还不给你马戏的 民主自由国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而是只有你的政府的领导人是不是脑袋有破一孔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新加坡的未来 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未来是有值得忧虑的地方 新加坡未来老师其实本来是很看好 老师跟建英老师在新加坡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新加坡建英老师在那边受过了幼年的教育 他在那边念了很久的书 但是对新加坡未来老师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看好的 因为他现在很好 但是老师相信未来还不会太好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这次处理疫情的状况是非常糟的 他让这些工厂的工人不断的在一个地方重复的去感染 而你没有想办法把他们变成方畅医院 或是你没有想办法去处置这件事情 而是让他们封锁之后 让他们不断的去感染 等于说新加坡政府你的民粹的概念开始出来了 你的种族歧视已经开始出来了 你原来民族大一统的心态已经没有了 你就变成说你歧视这些劳工 因为你们是高高在上的新加坡人 所以说新加坡人就应该去得到很好的照顾 但是新加坡的来新加坡的劳工 我们就应该让他去自身自灭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新加坡在未来的发展状况之下 你只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英国化 越来越英国化 越来越美国化 让你们觉得是说我们才是最高级的 不 其实新加坡人你们就只是一般的世界百姓 没有比别人高傲 也没有比别人高尚大 但是当你们自己认为这样子的时候 新加坡的未来是还蛮有问题的 新加坡的新盛是因为它是一个世界的港口 很重要 仰仗的马六甲海峡 也因为他现在的海纳百船 让世界各国的资金 然后包含了中文贸易战的问题 全部涌到了新加坡去 但是新加坡你要知道 你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留住这些资金 他们可以在这边parking 他们有一天他们也可以去回到香港 也可以回到上海 也可以回到了深圳 他不一定要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你的竞争核心在哪里 不是只有税域低 而是在于你们有没有继续把这种海纳百川 接受世界各国的人才 不论是高低或是贫富贵贱 我们都愿意接纳 这才是很重要的 新加坡已经慢慢的过于高傲化 真的已经开始歧视了其他国家的民众 你眼睛只看到有钱的百姓 而你没有去重视其他人甚为平等这个阶级 这个是新加坡的隐患好吗 老师在新加坡可以买房子吗 其实房子这个事情你自己的资金考量 老师没有办法说 你不贷款你全资去买 你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老不起不做就可以卖掉 不然就抵押给银行拿一笔钱出来 但是如果你还要贷款 你又住在西班牙 你自己的周金周转率可能就是你的问题 除非你很会赚钱 买房子行不行 不会看流年 是看你他妈你有没有钱 你有钱 你有钱管去买你买几栋都可以 好不好 来我们最后讲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老师讲一下一些事情 就是说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发财 我们希望我们有豪宅 像老师也希望有好房子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好东西 这是一定的 老师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个好一点的房子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无论再好的东西 你拥有再多的东西 你要去掂量掂量 你这辈子圆不圆满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就算拥有了比佛力山庄 各位 他不是你的 就算你全款买的 他也不是你的 你只是暂时的拥有者 你叫做你只是一个暂时的保管者 为什么 因为这间房子你只能替你的子孙保管 或者是替下一位巫族保管 这房子永远不会是你的 因为你会死 你会往生 你会找到下一个阶段去 就像我们小时候所拥有这些玩具 我们认为在同学之间因为我这个玩具 我们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显拔 对不对 但是我们终究会长大 所以说我们在追求这些功名利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追逐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志业 比如说老师一定希望把我自己的 自己的 这个 这个频道 或者是我自己的门派翻扬光大 我希望 这是我人生志业 我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但是我所追求的事情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圆满 不是说我这辈子我的账户里面一定要出现个五亿十亿 因为这个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五亿十亿我永远花不完 我觉得花完了 那我赚来这些又把它花完 那我不等于跟没有一样吗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拥有又把它花完 那我等于没有 那我干嘛呢 是不是 那我今天有这么多我又花不完 那请问 请问那我保管这些钱又是给谁 那如果我为了赚这些钱我不快乐 又何必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